西非国家组成的部队 星期天进入钢比亚首都班柱尔 受到人群的欢呼 数小时前 败选的钢比亚领导人贾梅 离开钢比亚流亡海外 西非国家的部队计划保障 钢比亚新当选的总统巴罗 安全回到钢比亚 此前 钢比亚前领导人贾梅拒绝下台 巴罗不得不在邻国塞内加尔暂避 保证钢比亚的和平 安全和稳定十分迫切 自我们去年12月1日赢得大选后 我们陷入的政治和安全僵局 至今仍在全国各个层面 构成巨大的挑战 这是我们最根本的担忧 迈阿哈迈德法帝还指控贾梅 在下台前几天洗劫了政府的银行账户 在仅仅两周的时间里 前总统和他的政府提取了近5亿达拉西币 两周时间就提取了5亿达拉西币 这是一笔巨款 我们为公务员发工资等等 也只需要2亿达拉西币 巴罗星期日重申 他将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来揭露假媒执政期间 被指广泛践踏人权的行为 假媒在1994年通过一场不流血政变 上台执政 人权活动人士指 假媒政府任意关押 拷打和杀害一些反对派 到周日晚上 假媒据报已抵达赤道几内亚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领导了这次干预行动 赤道几内亚不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 你现在有机会来返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